你一直骂大陆你要赚人家红钱 你有种你就停掉ECFA嘛 不要赚大陆的钱嘛 你有这样想过打三好不好 民进党都没有停嘛 你要吸人家奶头玩人家的乳房 没有啦 就是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吸人家的奶水 还要玩弄人家的情感 那我们反过来想哦 你们没有想过 为什么大陆不要停掉ECFA 你们有没有想过啊 民进党骂大陆又不敢要停掉ECFA 是他们垃圾没有错 小人骂 你要赚人家钱你要骂人家 可是你们有没有反过来 为什么大陆不主动停掉ECFA ECFA SZU donate30块 就是念在一家人才让利给你 SZU就讲对了 想要和平统一 自己人对 意思是说 其实依他们现在的武力 依他们现在的经济的方式 早就可以用强行的方式给我们处理 重点是 他们现在所用的方式 都是在对付民进党这个垃圾而已 但是他们想要的是 他们想要收服台湾人民的心啊 都是华人啊 他们统一的这个都没有变 他们一直都想要统一我们 但是他们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会破坏我们华人之间的情感 但是民进党有念在这件事情吗 民进党只念在要选票而已啊 这是一个说法 当然我们台湾不想要被人管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人家为什么不这样做 为什么不要主动停掉ECFA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子 跟你讲 我说真的 我也不是要说怎样之类的 因为大陆确实有在某一些方式在打压我们 但是我觉得真的被民进党一直恶搞下去 我真的有时候 我都会动摇那种心 你知道吗 因为你是看看别人在想想自己 当然我们都是想要过好一点的日子 我们不想要我们的话题都是 子女要当兵当久一点 我们的子女上班上到一班要去叫招 我们不想的话题是这样的 我们想要的话题是 我们台湾的新台币拿出去是很好花的 不管去拿到香港新加坡或者是日本 那个钱都是很好花的 而不是我们这边赚的这边的钱 一个月可能三四万的薪水 然后去到别的国家 一辆就开了了 你懂我意思吗 这种是国家抢跟不抢的差别就在这边 人数来到1300 我真的很舍不得喝酒 要继续骂民情 好啦还是一样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想要听老大美妙的歌声 要跑了要准备了 你好我是张老大喜欢我的评论吗 赶快搜寻YouTube张老大来订阅哦 而且我们每周一至周四晚上十点都会现场直播 快点加入我们张老大频道吧